哎呦 我这是在哪儿啊 刚刚那一切是在做梦吗 浪哥灰哥 你们怎么在这儿 哇 兄弟 你可要挺住啊 啥意思啊 发生什么事了吗 小子 他刚关宣了新蛋搭子 怎么可能啊 浪哥灰哥 你们一定是看错了对吧 我们一开始也不信 可是当我们跑过去问他的时候 小子却表现得好像不认识我们一样 才是这样 难道刚才的一切不是吗 不行 我得去让小子问清楚 哇 兄弟 别冲动啊 我怀疑小子啊 肯定是被那个人 用什么能力给控制住了 有道理 梅川他们家族是人这一组 还有可能用了什么秘转人数 既然如此 只能指望给我来个好点的超能力了 随机超能力 一 三 二 一 听 能够让同性别的蛋吸引我啊 啥玩意儿啊 这坏能力有啥用吗 哇 兄弟 不知道为啥 一看到你 我就有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我也是 那这又是男人的魅力吗 哎 不是 这能力生效的也太快了吧 干啥 浪哥灰哥 我得先去找小子了 找什么小子啊 以后我们哥俩不就够了吗 就是就是 我们俩当你蛋搭子还不够吗 这个就是爱情 哇 个豆 这下走都走不了了呀 哎 不行 我得赶紧想个办法离开这里啊 喂 是修儿和玉儿吗 我亲耳听到 老哥和灰哥 说要找新的蛋搭子啊 过来 不好意思我老哥灰哥 我先走一步 现在耽误之急 是先找到小子他们 哟 尊敬的各位来宾 我隆重地向你们宣布 这位就是我的蛋搭子了 你说是吧 小紫色 哦 美川 以后你就是我的蛋搭子了 太好了 恭喜你们 等一下 我记得小子不是瓦卡的蛋搭子吗 瓦卡 好熟悉的名字 可是 我怎么想不起来呢 小紫色 你别多想了 我来 美川 把小紫还给我 能力轻火 哦 喂 啊 美川 你怎么能动手打女孩子啊 拿来吧你 好家伙 没想到 这世上还有如此让我心动的蛋 哎 小紫 你没事吧小紫 美川 你到底对小紫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当然是由我族的秘书控制了他 先别管他了 请问你今晚 有没有时间跟我约会呢 大哥 你看清楚啊 我是个男蛋 废话 这不是一看编制吗 而且我已经有蛋胆子了好吗 那我可就更喜欢了 我的感动 我的能力也太离谱了吧 没关系 既然你不想和我在一起 那我就用秘书彻底控制你 只可惜 秘书最多只能控制一个人 不过没关系 我现在就把小紫身上的控制解除 嘿嘿 这下我就可以控制你了 我来 嫌疑人 你涉嫌使用秘书控制他人 你派弹宰岛治安 现在我们要将你逮捕 我不要 我不要 不谢你 成功让罪犯解除了对这位女生的控制 没事没事 还是多亏了你们出手果断啊 能力激活 哦 如果一等有空的话 想不想和我一起共进晚餐呀 那是啊 我还有事啊 先走一步啦 别走呀 小哥哥 要不一起去打巅峰呀 我的妈 这能力 杀手才能解除啊